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感谢主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何而为一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 使我们一信基督获得自由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真理耶稣基督 主啊 在这时间我们寻求耶稣基督 我们始终活在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我们寻求罪恶得到赦免 我们寻求因耶稣基督获得释放 做耶稣基督的仆人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要再围绕着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主啊 我们以前不认识耶稣基督 活在基督的外边 一直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认识上帝 使我们领受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烟花一乐的祝福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始终活在自己的困惑和想法理论中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这时间能够成为属于耶稣基督的全能者上帝的儿女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阿们 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在这世上 我们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国家领受了这么庞大的宝贝 正是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六章十六节 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庞大的宝贝 而我们为什么不领受 不享受这好的宝贝呢 真言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得智慧 胜似 得金子 选聪明 强如 选银子 阿们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这智慧是圣死金子的 金子再多也不能换来智慧呀 智慧不是靠金子能换来的 而通过耶稣基督 通过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领受最庞大的智慧 正是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虔诚地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使我们领受这庞大的智慧呀 北朝鲜有核武器 但是靠上帝的智慧 能改正他们的心 能改变他们的内心 这时候就能战胜这一切呀 大家知道 当时亚兰军 包围了以利沙 以利沙 但是 以利沙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 上帝做事 上帝改变了这些 外边的包围军 结果 大家知道 这是多么庞大的事件呀 比金子更为宝贵的是智慧呀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使我们有一个好的点子 也能领受 获得财富的能力呀 我们当夸只夸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在这世上 大家可以学习 学好了就传福音 我学的多 我学的领域更广 就能传福音呀 为耶稣基督做事 世上的学问 是传福音的道具而已 并不是真理 而且也不能和真理相提并论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希望领受祝福 而且我们一定要得到这祝福啊 我们的国家也很努力 想立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那么教育制度好了 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很多人的总结是什么呀 为什么学的越多的人 反而做坏事也做得更精巧 学的越多的人反而成了大的盗贼呀 我们人人都是罪人 只要有机会犯错犯罪 都会陷在这罪恶里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战胜一切的罪恶呀 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这世上没有义人 全是恶人啊 在这世上很多人说 哎呦那个人贪污 那个人真坏 我们不要指责别人 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 我有了那个机会 我有那个装控制的机会 我们也挡不住那个诱惑 也会犯罪的 我们都希望成功 但是却很喜乐地去犯罪了 我们从小如果认识耶稣基督 学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 认识真实的真理 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 征服一切 无论在任何领域里 都能够制服和征服一切 不被世俗沾染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我们都不希望自己不信 上帝向我们施怜悯 是慈爱 而且向我们施公义的审判 而当我们只一心一意 爱主敬畏上帝的时候 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免去这一切的灾害啊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在这世上有句俗话说 好事多么呀 很多人说有好事的时候要谨慎 哎 刚觉得这是好 结果有一个更大的灾难了 在这世上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保护 我们愿意领受上帝保护的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希望我的国家得到上帝保护的 我们就呼喊阿门 那谁在妨碍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呢 是谁在妨碍我靠近上帝呢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的得到生命 一心一意爱主 爱耶稣基督的使我们得到生命 我们所有的人 首先要得到耶稣基督 其次在这世上精通一切 征服一切 做好一切 首先是要得到耶稣基督 然后其次在这世上 学好一切 做好一切 那么是谁在妨碍我领受耶稣基督啊 这是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也是世俗的 就是这世上的 征服世上 就是在这世上 世上的管理者 是恶魔恶鬼啊 我们找一下 哥林德后书四章四节 哥林德后书四章四节 我们祖宗犯罪 也是因为被恶魔恶鬼支配 那被恶魔恶鬼支配的时候 我们也 约翰弗音八章四十四节 我们的祖先 也是被恶魔恶鬼支配 违背上帝 没有信奉上帝 那么我们也 走了相同的路 也在违背上帝的话语 被恶魔恶鬼所支配着 被这些空中掌权的恶魔恶鬼所支配 不肯认识上帝 而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上帝告诉我们得永生的道路 正是信耶稣基督啊 我们找一下 哥林德后书四章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 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阿们 世上有很多的假神啊 而什么样的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呢 正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会被这些世上的假神 妨碍甚至诱惑 专心信耶稣基督的人 不会被世俗的假神受诱惑的 所以最可悲 最可怕的 就是因为我不信耶稣基督 不信耶稣基督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啊 很多牧师 很多的教会 始终不信耶稣基督 导致内心总是被世俗的假神 诱惑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耶稣的光照着他们 我们再读一遍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一二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阿们 唯独基督是上帝的形象啊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解 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认证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找回上帝的形象 而世上的假神呢 总是会妨碍 信耶稣基督 世上很多的教会 不信耶稣基督的 那不叫教会 不服侍耶稣基督的 那不叫教会啊 我们再读一遍 相信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 恶魔鬼全退去了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我们要找回上帝的像 正是耶稣基督啊 我们都要服侍耶稣基督 服侍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就要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来到主面前献礼拜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能靠近上帝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的 相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照耶稣基督的光 照着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灵里的眼睛开了 能够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认识上帝 从而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属于上帝啊 而当今教会假的教会太多 假的牧师 假的信徒 假的教友 太多太多了 大家知道 当今的教育学 教育制度 都寻求的是世俗的风俗 就比如说一二班里 谁最不听话 谁最操心 这时候用什么样的办法呢 就会夸他 就夸这个最淘气的孩子 结果夸了这个孩子 反而害了这个孩子 在这世上寻求这样的方式 在这世上追求的是 世俗的方式和世俗的风俗啊 在工作单位里会表扬一个人 大家知道表扬一个人 反而会害了一个人 我们以为这是在鼓励 结果这个是在害一个人 很多人说 哎呀 要鼓励一个人 才会表扬吧 表扬一个人 不是鼓励呀 圣经的话语 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 我们要遵守圣经的话语 遵循圣经的话语啊 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怎么这么的惨 我怎么这么的不幸呢 我是不是一直享受被表扬了呢 我们找一下撒摩尔记下十四章 二十五二十六节 我们需要夸的是什么呀 哎呀 我小学的时候得了这样的奖状 哎呀 我父亲曾经是这样的有威望的人物 我们夸世俗夸自己夸人的时候 都会把自己推向失败 世上的教育制度不认识这一点 所以就夸别人 表扬人 结果就害了人 在座的各位 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唯独上帝是赐给我祝福的 上帝是赐给我们所有人 这一切好的祝福 而我偏偏为什么不愿意领受 甚至排斥这些祝福呢 是因为我内心没有信耶稣基督啊 大家知道大魏王 他 他好在哪里 当他 当拿单先知来到大魏王这里 责备他的时候呢 他就真切地领受 认罪悔改了 认识到我错了 认识到我犯罪 得罪了上帝 他就真诚地 谦虚地认罪悔改了 大魏王有名就有名 在他悔改了 而且虔诚地 谦虚地悔改了 而大魏王 却夸了自己的儿子 自己却意识不到这是犯罪呀 大家的儿女操心 或者说我现在 没能尽孝心 这都是因为 我们的父母曾经夸了自己 很多老师夸了我 我就享受在被夸口的声音中 我就享受在被表扬的这样的氛围中 大家知道越是有钱的人呢 就给老师送礼 然后老师呢 收了这份礼 就会表扬这家的孩子 结果越是表扬他 越是害他 当今韩国人特别喜欢受表扬 受奖状 什么领域都给颁一个奖 越是表扬越是颁奖 那都是在害人啊 为什么说穷人家的孩子 能有初心呢 因为穷人家的孩子不受表扬 也没有受关照 结果这个人能成功啊 而从小被夸 被保养 什么都夸 甚至一个长相也夸 哎呀 我家的孩子 头发特别的好 头发长得可乌黑了 就什么都夸 哎呀 这个孩子眼睛长得很好看 没有可夸之处了 就连外表 外貌都夸 结果夸来夸去 就是害儿女的 越是有钱人的孩子 越是做官的人家的孩子 老师们夸这些孩子 不讲实话 不劝勉 不责备 大家知道 遇到好事情的时候 我平常牧师往往是责备的 为的是让他能够谦虚 站稳了 并不是让他漂浮在空中 结果又失败了呀 上帝的话也是爱 上帝的话也是爱 正因为上帝爱我 所以管教我 责备我 为的是让我归正 为的是让我成为义人 上帝是爱我的 而且最高的爱 就是责备呀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只有假牧师才会讨人的欢心 只有假牧师才能 只有假牧师讲一些讨人欢心 为了人气讲话 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二节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否认了买我们的主 否认了耶稣基督 那就是成了异端呀 不仅害人也害自己呀 我们都在聆听什么样的讲道呢 上帝的话也是爱 全是责备的 我的师母呢 经常责备我 说 朴牧师怎么经常说话 爱损人呀 我不是在损人 为的是让这个人醒悟过来 为的是让这个人 能够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就比如说 陀螺 大家都打过陀螺吧 陀螺打得越强越狠 这陀螺赚得越好越稳 陀螺一定是要打的 而且打得越狠 打得越用力 这个陀螺就 赚得特别的稳 赚得特别的快 一个道理的 我们听了责备 悔改了才能活呀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拯救我的心灵的 今天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 就能认识到我需要回改哪部分 我们夸了自己的父母 夸了自己的儿女 结果都害了人家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回顾一下自己 我的父母夸我什么了呢 我们经常夸自己的儿女 真的 没什么可夸的话呢 连人家什么体重也来夸 哎呀他瘦啊胖啊 这个也夸 夸一个人是害一个人 世上的一些不值得一夸呀 我们韩国人夸什么 夸自己有钱 结果把自己推向败坏了 夸什么就会败坏什么 在座的各位 大家遇到困难了 大家遇到一些事情了 这都是因为 大家曾经夸这一切 我的父母一直夸我 结果让我 让我现在陷入在 什么样的困境了 因为上帝教导我们的是 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上帝让我们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而我们偏偏夸世俗 有些人说 哎呀我家孩子吧可好了 让他去买一样东西 他也能买得特别好 就什么都拿来夸 不值得夸的也来拿夸 这就是我们犯罪了 大家知道 好多人聚餐 聚在一起夸什么呀 夸自己的丈夫 夸自己的儿子 夸自己的儿女 没得可夸的人 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 我夸什么就害什么了 韩国人多爱炫耀 多爱夸呀 钢琴大赛 美术大赛 小提琴大赛 音乐大赛 什么什么各种各种大赛 然后为的是给个奖状 就夸一个人 夸一个人就害一个人啊 一个人得奖了 我们就要更加谦虚地来到主面 就要悔改 不悔改的话 反而会害了这个人啊 大卫呢 什么都好 当然了 他也有一个瑕疵 他抢了别人的妻子 而且他的儿子呢 叛变了 那这样的处境 就是大家和我的处境 夸儿女的人 儿女反而不孝的 自己把儿女 变成不孝的孩子了 孩子最不喜欢 别人夸自己 因为知道被表扬 被夸了 就会害自己了 而大人呢 总爱夸儿女 夸孩子 我们自己认识不到 自己的过失在哪里 而我们反而会责怪对方 我现在遇到困难了吗 我一直夸什么了呢 我们悔改吧 我的经济现在很困难 经济上遇到了困难 那么在钱财上 分明是我一直在夸了自己 这个人可会省钱了 这个人可会花钱了 反正是变着方子在夸 夸什么就会害了什么呀 而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自己犯罪了 亚沙龙呢 他怎么就叛变了呢 他怎么就 攻击自己的父亲了呢 第25节我来读一下 我们一直夸什么 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一直都在夸什么 我们并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夸耶稣基督 反而夸的是世俗的一切 这都是在犯罪呀 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刚出生 我们就说 哎呦 这孩子可漂亮了 这孩子很瘦 没得夸的 就连这个孩子胖瘦都要夸 这个孩子的外表都要夸呀 不值得一夸的 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 保险的功劳 我们只夸 只夸耶稣基督 我们讲话的主题 唯独是耶稣基督的保险呀 而我们呢 聚在一起 讲话 我们都在炫什么 都在夸什么 我们的心思都漂浮在 这世俗上啊 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啊 再次的各位 我的儿女现在很操心 不听话的话 首先来认识到 哎呀 我一直夸了一些虚服的东西 第25节我来读 以色列全地之中 无人像压沙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 毫无瑕疵 在以色列全地之中呢 压沙龙那样的俊美 无人像压沙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 那么大卫呢 就很喜欢这个儿子 也一直夸称赞这个儿子 从脚底到头顶 毫无吓死 很多人说 哎呀我家的孩子 手指头也长得好看 脚指头也好看 哎呀我家的孩子呢 长得漂亮 经常说孩子漂亮 经常夸孩子漂亮 那都是在害他呀 我们讲话 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心 我们讲话 不是因为内心飘飘然 我们讲话是 专注于耶稣基督 讲一句话呀 而我们讲话的时候 总是飘着 飘在空中 讲话 为的是讨人欢心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 认识到自己的错 悔改我曾经 夸了一些虚伏的东西 我以前表现的 都是虚伏的东西 以赛亚书59章 一到二节 这一些的罪恶 今天都要悔改呀 大魏王生了压沙龙之后 就看见 哎呀这压沙龙 长得真俊美 真好 然后一直就抱着他 一直亲他呀 结果就害了这个孩子 大家和我就是这样 夸了儿女 结果就害了儿女 哎呦这孩子 长得真漂亮 结果就害了这个儿女 因为我们爱儿女 不能过于爱基督啊 我们爱世俗 不能 首先不能爱世俗的 爱父母 不能过于爱基督的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减发一次 他的头发甚重 也觉得值得可夸 就夸了这个头发呀 再次的各位 我们遇到困难了吗 我们的祖祖先先呢 一直就夸口 夸口 虚无的 大家和我活在这世上 也在夸口 虚无的 羡慕的 都是虚无的 我们夸孩子 就会毁了孩子呀 家里有钱的人呢 老是爱夸这个有钱家的孩子 从小被夸的人 从小被称赞的人呢 就什么事情也都不顺利呀 我们犯罪是因为 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信耶稣基督 所以呢 就心思全在这世俗上 在虚服的东西上 夸的是虚服的东西呀 我们要悔改 我不信耶稣基督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 不认识上帝的恩惠 不承认上帝的恩惠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呀 第二十六节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圣经里都能记录这一切呀 所剪下来的暗王的平秤 秤一秤 中二百舍科乐 在韩国礼朝王室里边 夸了谁 这个人就遭殃啊 为什么长子 不能承担好的产业呢 一直把心思 关注在长子身上 夸了长子 而老二老三呢 都不怎么管 也不怎么待见 不怎么夸 结果老二老三 反而能成功有出息 所以我们悔改吧 我们悔改吧 我们悔改吧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谦虚地来到主面 讲悔改吧 这一定是能行的 上帝是永活的呀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所剪下来的暗王的平秤一秤 中二百舍科乐 而他的头发 正是害死了亚沙龙 大家知道吧 亚沙龙死的时候 正是因为他的头发 被悬挂在树枝上 我以什么为自豪 我以什么为称赞夸赞 恰恰那个东西 反而就是我的网络 在座的各位 我们警醒过来 醒悟过来吧 我们说这个人好聪明 他是个天才 为什么天才人短命呢 我们经常夸一个人聪明 是个天才 结果这个孩子 为什么短命了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夸一些虚幅的 反而害了这个人啊 在儿女都 我们儿女很多 我越是夸谁 结果这个孩子 操心 不听话的 我越是夸谁 把专注力放在谁身上 这个人 反而会受遭殃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悔改吧 我们找一下 撒末尔记下 十八章九经 撒末尔记下 十八章九经 我来读 亚沙龙 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 亚沙龙骑着骡子 亚沙龙呢 他搞叛变了 然后呢 他一直攻击他的父亲 那亚沙龙骑着骡子 他骑着一个动物 从大象树 密之底下经过 他的头发 被树枝绕住 就悬挂起来 所骑的骡子 便离他去了 上帝能感动我们人的心 而上帝也在主宰着 动物的一切的言行 就是 上帝能主宰我们人的言行举止 而动物的心 上帝也在主宰着 为什么这个骡子 偏偏要从大象树 密之底下经过呢 导致亚沙龙的头发呢 被树枝绕住了 这也是上帝在做的 这也是上帝的作为啊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夸儿女 就害了儿女啊 大卫呢 虽然悔改了 但是大卫没有悔改 自己曾经夸了亚沙龙 爱亚沙龙过于爱上帝 结果呢 亚沙龙的头发 反而就 大家知道 一直夸赞亚沙龙的头发很重 把这个头发重 当成是一个值得炫耀 为自豪的事情 结果正是这个头发 反而成了亚沙龙的网罗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一直夸自己的丈夫 夸自己的儿女 夸丈夫怎么怎么好 夸儿女怎么怎么好 反而就害了丈夫 害了儿女 我夸了儿女 儿女就会操心呀 刚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就夸自己的儿女 哎呦 好好学习 学得真好 结果这孩子就不听话 不好而学习了 正是因为亚沙龙的头发 被树枝绕住了 就悬挂起来 曾经全家人都在夸 亚沙龙的头发重 这好 结果呢 正是这个他的头发 让他陷入网罗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父母夸了我什么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夸了自己的儿女 夸了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们自己的儿女再差 我们都觉得儿女特别好 都觉得什么都是好的 结果都害了儿女 在座的各位 经济上遇到困难了吗 分明是因为大家夸了 把钱财当成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家悔改吧 大家的儿女不好好学习 不听话 那分明是因为大家儿女 学习好 成绩好的时候 就以成绩好 以学习好 当成是值得夸口的 一个值得炫耀的 值得骄傲的事情 结果就害了这个孩子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夸儿女就害了儿女了 那我本人也一样啊 我的父母曾经怎么夸我呢 在韩国呢 一个孩子能考上医科大学 就可了不得了 一个人考上什么理工大学 就可了不得了 然后呢 父母就夸自己的孩子 导致夸来夸去 这个孩子都不想上学了 这就是我们 夸口 夸口什么 就害了什么 大家和我 我们警醒过来吧 我们都醒悟过来 反省一下自己啊 我们默想圣经的话语 我们一直把什么当成是值得骄傲的 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值得夸 值得骄傲的 而我们呢 一直把虚伏的东西当成是值得骄傲 值得夸的 很多父母去找老师 敬礼啊 哎呀 我也是曾经教书的 所以我理解老师的处境 所以呢 我把这一份小的心意献给你 结果这个老师呢 就把关注点放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就夸他 觉得他可好 然后就一直就害了这个孩子 我们讲一些虚伏的话的时候呢 就是在害这个人 除了耶稣基督的话语 什么都不要从嘴中讲出来嘛 而我们呢 经常就夸 哎呦 你父母可好了 哎你父母真了不得 哎你家孩子真好 你家孩子真不容易 我们讲一些虚伏的 夸口一些虚伏的 我们以为是安慰人 讨人的欢心 结果都在害了这个人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家都警醒过来 醒悟过来吧 当今的教育学 教育学 都在主张什么呀 今天圣经的话 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韩国人 韩国人一直在夸有钱 夸经济上 韩国人一直夸这个经济 增长速度特别的快 好像很值得骄傲 结果就 害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 现在沦落到这样的处境啊 当今的学校都不责备 不敢责备 也不敢讲实话 只有以爱心才能讲实话 真心的劝勉呀 这在耶稣基督里是真实的爱 我们大家都要警醒过来 醒悟过来吧 教育制度 讲究和主张的是要多表扬多夸口 这反而是害人呀 多责备 这才是爱一个人 是以爱心责备 是以爱心讲实话 讲真实的劝勉 我们找一下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那我的人生现在就这么毁了吗 上帝使我能活过来的 我们是有希望的 上帝给了我们盼望 很多人说 穷人家的孩子能有出息 穷人家的孩子 没有人待见 没有人关注 结果这个人呢 就踏踏实实的 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稍微家里有点钱财 就飘着 虚浮着 夸口一些虚浮的 在学校也受称赞 回到家里也受表扬 走到哪儿都是 受欢迎的 结果反而呢 就漂浮在空中 就最终 很多人就沦落到 抑郁症啊 或者是 癫狂的状态 亚沙龙夺不孝啊 叛变自己的亲生父母啊 攻击自己的亲生父亲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怎么养育自己的儿女 我们自己就意识不到自己犯罪啊 今天我们聆听了圣经的话 我们就悔改吧 听了上帝的话 我们谦卑的 谦虚的来到主面前 承认自己的错 承认自己的罪 认罪悔改吧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 能征服治理一切的祝福啊 所以我们认识到我错了 认识到自己犯罪了 就认罪悔改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能够治理一切 管理一切 能够征服的 感谢主 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耶稣基督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谦虚的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能够征服一切 治理一切 战胜一切 不至于犯罪啊 我们在这世上 经常夸一些虚无的 夸一些 表扬一些 非常不值得夸 虚无虚福的 在这世上 夸的话 只夸耶稣基督的保险 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了我的罪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我们才能有了这生命 我们才能有了这机会 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我们才能有了机会 来到主面前 献礼拜 祷告啊 而我们尽夸一些虚无的 夸这个孩子漂亮 夸这个孩子学习好 夸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好 所以意识不到 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惠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我们总是把世上的一切 看高 过于 看重 看过于 上帝的爱啊 把世上的一切 看得更高的话 那就是犯罪呀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 爱我 所以管教我 所以我们悔改吧 悔改 归向上帝吧 悔改了才能活呀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阿们 上帝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呢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爱我 所以上帝责备我 管教我 上帝是全能者上帝 是创造了我们 难道上帝不如我们吗 上帝可是全能者上帝 什么都知道 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 全能者上帝的话语 是最值得信赖 而且是真理呀 我们人怎样才能得到安慰呢 听了上帝的话语 听了责备才能得到安慰 讨人欢心的好话 反而会害一个人 挖苦一个人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经常夸悉的父母 哎我父母特别优秀 我父母有很多的财富 给我留了一笔很多的财富 我们就夸口父母 夸口世俗 夸口儿女 却意识不到这一切 是上帝给我的赏赐 是上帝给我的恩惠 是上帝向我施怜悯 施慈爱 给了我悔改的机会 也给了我这么好的财富和祝福 而我们却轻视无视上帝的爱 无视上帝的赏赐 否认上帝的作为 反而光夸世俗的 好像是靠自己得来的 好像自己特别幸运 好像自己很独特 领受了这一切一样 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恶呀 不认识上帝 不信上帝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罪恶 所以上帝爱我们 尽管犯罪了 上帝没有 一下灭绝我 反而爱我们 向我们施慈爱施怜悯 借着上帝丰盛的慈爱 派遣了上帝的独生子 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为了我们的罪恶 为的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替我们这些罪人 成了赎罪祭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警醒过来 醒悟过来 不要再夸虚福的 不要再夸人 也不要再夸世俗 也不要再夸父母儿女 我们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不要再夸世俗的 虚福的了 我们真诚的认罪 悔改吧 向主悔改吧 主啊 我好无知啊 我犯了什么罪 我犯了什么错 我都不知道 不记得了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我性格上不好啊 我性格不好 这都是因为 我夸了世俗的 爱世俗啊 我父母 一直夸的是虚无的 夸了我 我也夸父母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 我们真诚的认识 悔改吧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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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主啊 我们错了 我们犯太多太多的错了 主啊 我们一直夸了一些虚无的 我们一直夸世俗啊 我们一直表扬世俗 表扬一些虚无的 我害了儿女啊 因我夸父母 我害了父母 因我夸儿女 害了儿女 主啊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怜悯我的错 主啊 我们好无知啊 我们好愚昧无知啊 我们 我们没有承认上帝的存在 我们没有承认这一切是上帝 给我的恩惠 有恩赐 我们反而夸世俗 把专注点放在世俗上 表扬了世俗的东西 求主怜悯我 求主 怜恕我的罪 正是因为我夸了 结果害了这件事情 我把世上的当初是值得骄傲 值得表扬的 结果违背了上帝 结果就是犯罪 得罪了上帝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主啊 是我错了 是我犯罪了 主啊 我一直夸了世俗 我一直夸了儿女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因为我夸了我的儿女 我夸了一些虚无的 我羡慕的是世俗的 我羡慕的是世俗的 夸了一些世俗的 虚浮的东西 害了我的儿女 害了我的人生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现在开始 求主帮助我 使我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一切是上帝的恩惠 这一切是耶稣基督保起的功劳 主啊 而我一直害了儿女 我一直夸了虚伏的世俗 我一直夸了世俗的一切 而且我一直贪恋世俗 求主饶恕我的罪 我父上帝 一直以来我犯了罪 我却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主啊 正是因为我夸口世俗 夸口儿女 夸口父母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夸口世俗 夸了虚无的 害了儿女 主啊 是因为我夸了儿女 害了儿女 求主帮助我 使我能够真切地认罪悔改 主啊 我的父母一直只专注于我 没有专注于耶稣基督 夸口了世俗的一切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怜悯我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醒悟过来 求主牵引我的心 使我悔改 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主啊 我们一直 专注于虚伏的一切 夸了虚伏的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 求主怜悯我们 主啊 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罪 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真诚地认罪悔改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内心 领受上帝的爱 使我们的内心 领受上帝 赐给我们的祝福 主啊 这一切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 听了上帝的话语 能够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遵守上帝话语的 就能得到这恩赐 就能得到这赏赐 主啊 我哪方面不好 我哪方面差 这就是我需要悔改的内容啊 主啊 我刚刚明白了 我刚刚醒悟了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引导我 使我能够彻底地认罪悔改 使我的罪恶得到赏免 愿此刻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的感动与感化 与引导保护 今天我们通过圣经的话语 认识到我的错在哪里 认识到 我最以为值得夸的 正是我需要悔改的部分 我最以为值得为骄傲的 正是我需要认罪悔改的部分 求主怜悯我 求主帮助我 使我能够内心醒悟过来 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使我们的内心 只专注于耶稣基督的爱 使我的内心 只夸耶稣基督的十足下 使我的内心 只专注于耶稣基督的保护 一定要得到耶稣基督 我们内心需要的是耶稣基督 在这下定决心的心灵上 家庭和国家上 奉主的明珠愿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基督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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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